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是拉斯维加斯的中午时间 很多人来拉斯维加斯的一个原因 就是来享受一下这里的旅店的服务 所以我想给大家看看 我现在住的这个旅店的样子 上一集我给大家简短的看了一下房间的样子 这次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旅店的设施 Lenscape就得在一下了 到处都修理得非常整洁 而且很好看 这个酒店的location非常好 旁边就是有很方便的饭店 可以吃东西 买一些小商品也可以 而且选择还挺多的 喜欢租跑车的也可以来这租 眼前这家韩国菜 也做得非常好吃 而且这家是24小时都营业 旁边这间taco的生意特别好 一到晚上都是超级满的 当然它做得也特别好吃 比如说晚上呢 它现在的生意特别特别好 都是要排队的 大概一个taco是4块钱 而且在这个酒店旁边就有一个教堂 据说在这个教堂里很多人可以10分钟就办好结婚的手续 每天我可以去教堂里面给大家拍一下 这个小教堂 这个天主教堂 在这附近还是挺有名的 好吧 现在言归正传 带着大家到这个酒店里面去看一下 这是我平常走的入口 我想先给大家看看它的另外一个入口也挺好看的 它的入口其实很多的 这是这个hotel另外一个入口 这个入口有一个挺漂亮的小花园 看这个蝴蝶做的多漂亮 天气也非常的好 从这个入口就进来了 这边不是正的厅堂 好了 现在我们走平常走的入口 进来了 进来以后就是一个类似于corridor的地方 我们可以直接从它这个中间穿过去 走到我住的那边 因为现在比较早 好多人还没有出来呢 这有一个小酒吧 这有一个小酒吧 看这个地面做的多好看 就跟咱们刚刚看到另外一个入口 是蝴蝶的造型 是统一的 这里面是非常的大 很容易就迷路 中间有很长的一段 你可以走过去 把两个主楼连在一起 把两个主楼连在一起 现在我待的位置是 安库 这边的赌场 是24小时营业的 外面有一个挺漂亮的garden 走不远就是一个小酒吧 因为赌钱的人是不是喜欢喝酒来助兴 这里的这些吊灯都很漂亮 基本上连着两个楼的这些通道 两边都是商店 然后还有一些吃喝 所以平时没事在这逛逛也挺舒服的 拉斯维加斯不仅仅是美国游客多 全世界各地的游客都喜欢到这来玩 所以它整个的这个地方设计的是为了 为游客而设计 几乎所有的名店你在这里都能找到 买车都可以买到 买车都可以买到 酒店的地板设计 就可以花很多时间去欣赏 都是Mosaic的 从这些商店穿过来 就是到了我住的那个楼 Wayne的楼下了 Wayne的楼下也全部都是赌场 Wayne这边也是非常的漂亮 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大厅里的花园 因为喜欢一边看电视一边堵的人 也可以在这里有很大的屏幕可以看 类似于赌这个sports 体育的 当然各种吃的什么都有 旁边就是这些各种赌钱的 走不远就到了这里的大厅了 看这里各种花卉也非常非常漂亮 走一圈给大家拍一拍 很大的雕塑是西班牙艺术家Miguel做的 笑着熊 这个虽然是在室内 但是感觉像在户外一样 这些都是玫瑰花做的花球 不仅仅是玫瑰花 各种花应该是 我们继续往前走 在我的左手边 现在还没有开张 是一个喝酒的地方 酒吧到晚上才开 这个下面是一个酒吧游泳池 我待一会儿给大家去看一下 这儿的电梯做的都挺有特色 是转圈的 上面这些灯 有一些亚洲的元素 这是另外一个酒吧 这些吊灯还在不停的升降 先看一下这些灯锅漂亮 它在屋顶做的 它的屋顶做的也是非常漂亮 都是像类似于花 花芯儿似的 中边有一个阳台 可以直接到外面去看一下 坐在这个阳台上喝一杯很舒服 下面就是这个铺 从这边铺出来以后就是有一个对称的garden 跟刚才那边的设计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花儿有些不一样 这边下面还有一个用花做的旋转木马 carrison 上面都是鲜花 这些马场投票 这楼下有一间卖冰淇淋的 每次过来都会有人在这排队 味道的确是不错 正对着我 这个是一个小剧院 里面上演的一出舞台剧 Awakening 准确的说是魔术 这边就是卖票的 这里非常非常大 我只能走很小的一部分 现在我就准备 先回房间了 要回房间的话 你必须要有这张卡 要拿这个卡在这 用绿一下 Thank you 这里面一共有十部电梯 这一层里面 先拍到这了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集再见 Thanks for watching 你的蝴蝶也挺漂亮 逛街了 我们这还有一个 库 现在过去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层就是有游泳池的呢 里面另外还有一个SPA 但是还有一个GYM 但是还有一个GYM 人不多 HOO HOO SPA 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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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儿坐电梯 这一层就是有铺的地方 是一个户外的铺 九点到五点钟开 非常香 它这里面有这种 哈尼萨河 这个铺很大 比刚才我去的那个 有瀑布的游泳池要咋 它可以一直游得很远 这次真的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集再见 谢谢观看 我准备去拿泳裤到这来坐一会儿 这也有这些shade 你可以不用在太阳底下晒 谢谢观看 油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